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 连续几天我们在讨论分析中美贸易战 那么在4月11号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一个主旨演讲 宣布了这个四项的重要的一个措施要扩大开放 那大家都以为说那是不是这一波的中美贸易战 那么终于要告一个段落 所以古会市都演出庆祝行情 结果经过了两天的沉淀消化以后 大家发现说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仔细看了一下习近平所公布的 四个重要的开放的一个措施 事实上是在今年1月 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刘克 当时是用中裁办主任的身份 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讲到了 换言之 这些措施并没有特别因为 美国挑起的这个所谓的贸易不公平的一个抗议 那么有太多的改变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股市 一下子又回到一个比较冷静冷清的一种状态 好那这里面所以呢 难怪现在很多专家都说 习近平在博物论坛的讨论 事实上还是这个硬的还是硬 那只是软的部分 看起来比较软 但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得到这个实质的 这个所谓的美国药的 这个改变贸易的这个逆差呢 这个还要去经过实际的这种 接下来的谈判 好那在这个同时 这个彭博 彭博在昨天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 那提到说这个在上个礼拜啊 刘鹤啊 刘鹤就是他的这个分管经济跟金融事务的副总理 刘鹤曾经告诉大陆的一些官员说啊 美方在跟中国磋商的过程当中呢 曾经明白了要求要中国要停止补贴啊 与这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相关的行业啊 那刘鹤提到说 但是中国大陆北京当局呢 已经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啊 好这个就是回到第二个难题啊 因为这一波的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一个核心的争议是 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这种警惕啊 那同时呢 也是认为中国在过去呢 借助美国的开放政策 占了太多便宜 那么也用了很多的美国的这个科技研发的 这个技术而不必付出代价 他现在要求代价啊 那这个要求代价 那当然他目的呢 一个是要扳回啊 他是认为所谓的川普所讲的美国被偷走的东西 那另一方面呢 他又提出来要公平的这个发展竞争 什么叫公平发展竞争呢 就是说要中国要跟其他国家一样 不可以用政府的预算 用所谓的国家政策去补贴去给予这一些 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2025的战略行业 战略相关的产业给他特殊的优惠啊 但是这个其实就碰到了一个两边的体制上的最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啊 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党国资本主义啊 那么在这种背景底下 他来指来这个支援来支持 这个所谓的国家政策相关的行业啊 这对他来讲这个逻辑是完全相通的 但是美国人看不懂啊 那这就是一个两边碰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哈 好所以看起来中美贸易这一波啊 不会完全结束啊 也许在贸易的部分 接下来会有一些这个给跟取啊 give and take啊 但是真正的碰到核心的竞争的问题啊 这个恐怕还有得谈啊 好那与此同时啊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啊 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易刚啊 那昨天在博敖论坛上 他有公布了12项金融的开放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呢 其中有一些是在今年6月底之前啊 就会彻底实现 包括取消银行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持股限制啊 49 51啊 这些比重啊可能会做调整啊 另外证券基金期货跟受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啊 的上限了就已经放宽到51% 而且三年以后啊就不再设限啊 那还有呢就是属于今年底要开放的 包括信托金融租赁 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引入外资啊 那么以及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营啊 这个是一个池来的一个也许不是正义啦 就是说本来啊两岸的金融产业的MOU啊 在这个福贸协议签订之前啊都已经谈好了 这个时间可能是在2009 08 0910的时候 但是因为签福贸协议为了让他这个内容好看啊 结果把金融的这个产业的开放呢 那么也放到了福贸里头去啊 那因为福贸协议没有过啊 没有过之后就延误了 延误了之后 现在呢大陆的金融开放 大底上啊 现在这一波讲的这个 也就是当年啊 跟台湾签署金融MOU 对台湾的金融产业的开放 差不多是一个方向啊 只是差别是以前 那个时候是专门为台湾开放的 那么现在呢 现在是对全世界开放啊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金融业者啊 现在固然很多人都要谋权插掌 要增加更扩大进去中国大陆 但是竞争的环境啊 已经不一样了啊 那当然从一个角度看啊 就要看靠真本事的啦 这个时候进去能不能存活下来 就不是说是大陆会不会台的问题 就看你的竞争力够不够啊 好讲到竞争力啊 另外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31条的这个对台措施啊 那么现在在这个 博鳌论坛之后的这个消息会 见了面之后吧 那么习近平讲了若干话 我们昨天也做了分析 那么这个厦门啊 动作最快啊 那么立刻推出60条的 会台的施行细则啊 其实31项的这个 2月28号大陆公布的一个对台措施啊 那么这个他的方向是有啊 行业范围也都有 但是他们有个施行细则啊 那现在厦门第一个 厦门第一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因为厦门跟台湾环境各方面来说啊 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接近气候啦等等啊 而且台湾也有很多人是从闽南过来的 语言也相通啊 那么在厦门又相对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了 好那这一个开放的之后 我看到我们今天有报纸啊 引述官员的话说啊 说这个啊 要记取当年平潭岛的一个教训啊 我坦白说啊 这个话就显示这位官员啊 真的对大陆不是太了解啊 平潭厦门啊 这个我都去过很多次啊 其实当年大陆这个福建当局要搞平潭特区的时候啊 当时啊 不要说我们台湾人看得不傻傻 我在驾厦门的一些朋友都跟我讲说 他们真的是不能认同用平潭来作为一个所谓的开放 对台湾开放的特区啊 他说平潭完全没有条件啊 只不过是当时的省政府的当局啊 那么一头热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两岸的一个 这个这个特殊的有别于 厦门的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真正来讲 最可以作为两岸的一个实验的开放的特区 就是厦门啊 因为厦门不但是在风土民情跟台湾相近 厦门台商那么多 厦门跟台湾的往来那么密切啊 那么厦门最重要一点 厦门的发展跟台湾的距离相对比较小啊 那你平潭根本没有这些条件啊 好现在呢 拖了几年之后啊 平潭岛现在事实上已经 号称什么一天下了一亿人民币的投资了 现在我看很多都缩水了 那平潭变成炒完土地之后也没有下文了 但是呢 厦门作为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副省级的城市啊 那么它继续往前来发展 特别是在去年开过的这个金庄五国会议之后吧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 那估计这一条厦门的这个会台措施啊 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啊 这个对到对岸去发展 有兴趣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可能会关注的啊 好 那今天我们有关两岸的这些话题 先帮你整理到这里啊 那今天我们要来这个邀请台北市长参选人啊 也是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那么广告之后啊 那么请他过来啊 那么苏县长啊 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当传奇的这个从政人士啊 那么待会我们请他来谈一谈 他为什么要这一次要参选台北市长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苏焕智先生啊 他是前台南县长啊 这一次准备五党级的身份啊 来参选台北市长啊 欢志兄早 听伦兄 各位听伦兄大家早 是是是 我跟欢志兄认识也有二三十年了 是 那个时候从立法院吧 立法院 是立法院的时候 对对当立委的时候啊 他那个时候在后来回去选台南县长啊 是最年轻的县长印象中 当时我记得是 应该是差不多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啊 是或者也许你的脸啊 你的脸看起来 看起来 对非常有朝气啊 当然一晃眼时间这么这么快 好第一个问题啊 我想也是很多人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要跟你问的啊 在三月三号你宣布啊 你要这个 说台湾不能再等待啊 台湾不能再等待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台北市选呢 你可以回台南啊 你不是都一直都在经营台南吗 而且你是民进党籍的从政党员啊 那你为什么要用五党籍的身份来参选 是这个青龙兄你也知道我大概 呃当了三届的立委嘛 对 所以我是在台南选出来的 对对对 那可是当时为什么我是 呃到南部去参选 对 其实当时 那我那时候曾经在阿扁的 对 事务所待过 对没有错 没有错 对对对 那么当时其实他们都比较期待我在台北选 嗯 那时候我为什么回到南部选 因为当时南部都是 全部是蓝的耶 哦对这大家不能想象哦 听众朋友你这个刚刚 呃 换自重跟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都以为南部都是民进党 利盈一片利游游 其实不是他讲了这个大概二三十年前哦 对对 反而是农村的地方 全部都是蓝的 都是国民党的 都是国民党的 对对对对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诶这个一堆民进党都集中在台北嘛 哦 台北都会区啦 嗯嗯嗯嗯 那反而是乡下地方没有人帮他花园 哦 所以我是刻意回到 去到故乡 帮那一些比较弱势的农民 是 哦 那么 也算是帮民进党开疆拓拓 对对 哦 所以我因为回去 所以开始推所谓老人年金啦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我有印象 老人年金是你推的 所以我们是 反而是从那种人家比较 嗯嗯 稀少的 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开拓 嗯嗯 所以我们其实回到故乡 是意味着 开拓这些 没有受到照顾的地区啦 嗯嗯 但事实上我在台北当律师嘛 我在台大毕业的时候 考上律师在台北 是 然后从事民主运动 我都在台北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呃 当立委的时候 事实上九年 对 大部分时间在台北开会嘛 是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个两边的文化 两边的环境里面不断的穿梭 是 看整个国政然后又看到最底层的人民 是是是 所以呢呃 坦白讲我已经在南部 嗯嗯嗯 付出了那么多时间 而且后来民进党 对 从立委慢慢的全部变成民进党的 对 对 所以我不太需要在 不需要在那里哦 对 就是说把这个机会留给那个后进党 我再补充一下哦 当年这个苏县长 可能你是立委的时候 就老人年金的政策就开始提倡 对对对 后来选县长的时候 就正式成为你的政策嘛 嗯不是 就是说那个 我们第一届立委的时候 就已经在全民健保实施的时候 就已经 通过了老龙津贴 老龙津贴 老龙津贴 是是是 再又帮那个陈水扁提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第二选总统 对 那补那一种所谓 不是灰龙堡的 是是是 所谓敬老津贴啦 明白 这这里头有一个环节很重要 我知道不管敬老津贴还是老龙津贴 一直有人认为说 就是针对特定的人哦 是不公平哦 但其实有一点很重要 有一段时间哦 在乡下的人 特别是健保的部分 是是 农民啊是生不起病的 是是 一生病的话呢 要么就卖房子 要卖田 是是 那因为以前只有公教 军公教有保险 就是公保老保 公保老保 那农民没有 就农民没有 农民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相对剥夺感 那平常农民不讲话 但是有人帮他们讲话之后啊 这个声音就会出来 这个某种角度也可以来解释 为什么现在变成农村地区 反而变成都民进党支持者 可能您有一笔功劳了 是 好 那现在回到台北市来 可是大家台北市很特殊啊 以前大家说到天农果的地方了 那台北市民的性格 应该说也有一些不同于台湾其他城市的地方 先讲一下 你怎么看台北市民 是 就是说回到台北来 其实我们在看就是说 整个台湾 虽然我回到南部这个地方去经营 可是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这个情况啊 南北差距也是一样存在 可是我们经济的停滞状态 并一直没有突破 然后少子化的问题是越来越恶化 我们都看到这个立法院有很多女记者 男记者女记者 十几岁四五十岁没结婚的很多嘛 就变成常态 以前是稀有的状态 现在变成常态 所以少子化已经变成台湾的一个常态化的困境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拖了十几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处理这些问题 你不从台北出发 很困难 就是你要解决台湾现在的少子化的困局 经济的困局 比如说现在这个经济的 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后科学延区了 就是说已经不是制造 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经济 数位智慧经济的时代 那这一些呢 已经不是 就是说整个台湾具备这个条件 就只有台北 就是说它的整个创意人才 系统整合 还有国际的资金 跟这个国际的这个窗口 都在台北 那整个台湾要经济要往上提升 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 那这些资源其实主要都集中在台北 听起来有点说 救台北才能救台湾 没错 就是你要把台湾的经济拉起来 一定要从台北这个地方 来这个把这些资源做更有效的整合 那你觉得柯市长柯文哲啊 柯P做了怎么样这四年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他在政绩上其实看起来是平平 平平 打个几分呢 及不及格 有没有60分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 整个社会 其实应该回调说 台湾整个社会对台湾目前面临的危机啊 其实是 你看我们媒体很少 就正式说 这样的困局要用什么方式来突破 我们都在互相挖参巴 我们整个媒体都还提到在 我们没有所读讯 的确 的确没有提出好的所读讯 全部都是在讲坏话 全部都在做难力对抗 那么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那么实际上没有人在认真讨论 那你觉得柯P有没有认真讨论 所以如果从这个 我们像我们这个 就是比较有在深度思考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连及格都是个问题 简单说就是不及格 对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又觉得差不多啦 平平也差不多 所以这个 对 但是就是总的从我们比较 这个知识分子 关心整个国家跟国际情势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的人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首都的能量 其实没有发挥的 就是说他的整个最有力的 最有力的知眼 其实并没有活化 并没有发挥 包括譬如说 现在大家谈黄灾都庚 那个是牛部化在进展 然后整个城市发展的策略 你的竞争的主軸 那个最有 Niche跟国际上最有 最重要的那一块 事实上是没有发挥 他说他省了很多钱 他帮市民省了很多钱 省钱虽然是一个 必要的一环 可是一个城市应该重要是 你的愿景 你的定位 那么你朝那个竞争力的那个目标 去努力 做了多少 重点应该是 蓝图要清楚 方向要正确 OK 好 那我想请教您 再另外一个跟这个有相关的问题 那你是过去是民进党的党员 那你现在宣布退党了 那这一场选举 民进党现在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派人参选 是 以种种说法 那您过去毕竟是民进党的党员 你应该也有一份角色来说话 而且因为你要参选代表事 你认为民进党应不应该派人 会不会派人参选 我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比较从一个大的角度去看 就是小恩政府执政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那么我离开民进党 其实最关键的是 我看这两年 将近这两年的总的一个表现 跟台湾现在这个困局 我看不出 是朝在解决这个困局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少子化 完全看不出他有具体的政策 你看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已经超过14% 正式超过14%的高龄化 到现在长照保险不实施 然后停留在搞一个所谓长照2.0 大家无感 所以说韩国都已经实施长照10年了 到现在我们还不实施 那么另外这个有关台湾这个经济的竞争力 你看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自由经济是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怎么善用民力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大政府的概念 比如说光那个太阳能 就是那个solar top 那么你这个太阳能屋顶 政府说民间的太阳能 我听起来你的意思是说 那应该要换党来执政了 或至少要换人来执政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说至少 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一个政府啊 你应该是要怎么把解决台湾的困局 当作是一个 征求社会各界 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 怎么来解决 但是我看不太出来 就是说 对这种解决台湾现在这个经济困局的 那么这个包容性啊 我觉得这个包容性是非常低 包容性就听不了其他的各个领域的专业 或者什么的声音 对而且对不同意见者的这个 把他当作是 如果你是民进党 even是民进党的党员 你把他当作是异类了 OK那我还是要回到你 那你觉得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离乱柯文哲 不推人 我推测啦 应该就是大方向是这样子 大方向是这样子 那目前来看 大概看不出改变这样的大方向 OK 如果他不推人 对你的选情是不是有帮助 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是 如果民进党推人 我有不一样的策略 民进党这个不推人 不推人 那我有一些 还是有一样不一样的策略 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策略 所以民进党推人不推人 其实对我来讲 我都必须要用不同的策略来应应 那我当然也尊重他们的决定 对我个人也判断 我认为苏贞昌确定出来新北市以后 我觉得台北市应该不会 民进党应该不会推人 应该不会推人 这个因为主要有不同的考量 主要原因也就是 还是一个2020的一个考量 那新北他一定是要推出来 那至于说这样子 从小英跟这个洪亚虎讲的话 大概可以秀出这个味道来 以及最近柯文哲的一些动作 但是是不是变成国民党 柯文哲 那五党级的苏焕智 就也许变成三角鼎立了 这是一个局面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跟苏焕智前台南县长 这次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那么来继续来谈一谈 这个台北市在两岸问题上的一些 来处理的一些想法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苏焕智先生前台南县长 这次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焕智兄我跟你讲个大白话 其实自从你宣布参选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朋友 也是会聊起选情 那么认为你会当选的 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跟我这样讲 说苏焕智会当选 这个我不像泼你冷水 我讲一个大白话 但是呢的确也有一些一定比例的人 提到说他们会想要投票给你 但是他有些假设前提 要么就是说是 这个如果民进党不推人 他会投给你 那或者呢也有人讲说 如果国民党推一个再怎么样的人 那他又不想投给柯P 那他可能会投给你 这是一个提供你参考 好那您刚讲到台北市 作为这个台湾的首善之区 那么也是今天台湾的很多的问题 如果要解开的话 这个枢纽可能要从台北市开始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台北市在两岸的这个交流上 它是一个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地位 第一个是因为台北市民跟大陆的往来 比例上可能还是各城市里面最高的 方方面面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 甚至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协会 两岸交流 它的总部大概都设在台北 那更不要讲101故宫等等 大陆人来到台湾 那么他如果第一次来 大概都不能略过台北 一定会在台北 好那既然是这么重要 这么重要 我们先跟你请教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双层论坛 这是在郝龙斌市长的时候打下来的 也被当作是一个两岸交流一个指标 今年呢 今年好像可能开不成 可能至少现在还没看到说 可能开了一个情况 那你什么看法 你什么主张 或者你认为这个双层论坛 要不要继续开 基本上我觉得城市交流 双层论坛 那么我个人基本上是支持的 就是说两岸的程序交流 但是要讲两岸一家亲 或者什么这样子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设定前提 所做的交流 在台湾社会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见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 两岸一家亲对很多人 基本上他认为把他解读 就是一中 就是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这个 很多人认为两岸一家亲 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九二共识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等于差不多是一中 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一个概念 就是兄弟之邦 或者是简化变成一个兄弟关系 那我这样的一个讲法 其实是从阿扁时代 我就跟他做这样的建议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承认 台湾跟中国 就是在整个历史文化学员上 的确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想大家心理上都会比较舒坦 就是大家正视这样的一个 历史文化学员的一个关系 那你看要不要改成这样子 两岸兄弟一家亲 两岸兄弟一家亲 把你讲的这个含义也包含进来 这个一家亲的最大的误解 最大的容易限制的误解 就是现在基本上 兄弟在整个华人文化里面 通常都要分家 因为长大之后要各自努力 建立一个各自的家庭 那你的关键嘛 那就关键就是分家嘛 你还是要强调分家嘛 不是不是 我要强调的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 故意用政治化去联想 其实两岸一家亲 也是因为用政治化 才会认为它等于九二共识 是不是这样子 不然两岸一家亲 谈的是血缘关系嘛 也是一种 不是不是 这个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家庭 事实上因为 就是说 一般的情况 兄弟分家 这是常大 可是兄弟分家也是血缘 可是兄弟分家 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兄弟一家亲的 也很少这么讲 你本来不是一家 才会可以一起讲一家亲 台湾话有一个叫 一人一家 contains 一人一家 fils 公外 我们死亡 小子 这个就讲兄弟一家的 或者兄弟的关系 就是兄弟的关系 佳穷的 看看是家族的关系 所以你認為還是要兩岸的 就是說副台雙城論壇應該繼續 因為城市交流這個是好的 但是不要有前提 可是現在看起來一般來講 如果沒有這個前提的話 這個交流可能也走不下去 這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需要有一些模糊地帶 我也了解說大家需要有一些模糊地帶 那麼一家金也是模糊地帶 兄弟也是一個模糊地帶 你看哪一種狀況是最接近大家的感受 那我的看法是兄弟最接近大家的感受 兄弟算很親啊 是很親 但是這個兄弟 不過兄弟也有細強就是 當然啦 當然啦 這個也是客觀的事實 但是這個兄弟至少就是 台灣人喜歡比如對等嘛 尊嚴嘛 就是兄弟看起來這個對等尊嚴 會比較明顯一點啦 所以就是說 兩邊在不論是兩岸一家親 或是兄弟之伴 都是加入很多政治想像 那整個台灣社會現在對一家親的 變成一 就會變得是一個敏感了 因為一中被講得太久了 可是兄弟這件事其實可能比較接近 眾多人的心情 就是大家還願意承認大家是一個文化歷史文化學 這個關係 但是呢 這個就是說這個 兄弟分家 太正常了嘛 那兄弟有時候你硬擠在一起反而細強 然後呢 這個互相的爭端反而更多啦 是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 只要你認真去想說用兄弟關係啊 坦白講這反而更穩定了 了解 好 那我們回到另外一個 就大陸現在 他要搞說要跟台灣搞社會融合啦 所以他推了一個31項的措施 那昨天最擺的就是一個 廈門已經推出了60項的一個細節 這個當然你說他是不是統戰 這個是陽謀嘛 就明擺著他就是一個統戰 那現在問題是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 這個會台31項政策啊 因為這個是中國大陸片面的所謂的優惠啦 那如果很多年輕人在台灣 他如果沒有更好的機會呢 事實上他被迫要做這個選擇啦 你說就可以理解就對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這個你要去阻擋也很難阻擋 你講太多怎麼樣也其實都很難阻擋 其實反而我們應該要去看的是說 你台灣要把你自己的產業 你的競爭力做起來 這才是最關鍵的 你說台灣做很大的優惠 政府又很大的優惠 事實上你的優惠力道可能也不足 不足以吸引 這個就是跟中國大陸拿出來的金額比 可能那個吸引力也不足 只重要是你要怎麼把你的產業做起來 那麼台灣現在這個產業做不起來 有很多部分是來自於政府非常多不合理的限制 也就其實看起來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其實我們是個大政府啊 對 政府管太多了 而且是由上而下 對 就是常常管太多 所以我這一次在參選特別去強調說 我們要小政府 政府不應該什麼事都要管 那譬如說為什麼這個中國大陸一個省縣 他就招商他就有很大的權力去招商 事實上很少人去 大家只覺得我大陸招商很認真 不曉得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最大的關鍵是什麼 是大陸採取分稅制 就是說在營業稅啦 增值稅啦 它都是地方政府分得到稅 所以你看這個為什麼一個縣政府 他最近才改 他把營業稅變成增值稅啦 引改增 原來營業稅是地方稅 現在增值稅是中央地方分稅 但是他現在還有 營業稅本來是地方的沒錯 就是有爭論啦 就是他是用分稅就是分比例 比如營業稅 大概一半一半啦 應該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他增值稅原來是百分之百啦 對 在地方的 然後營業稅好像是 一半要上角 就是比例啦 二分之一 所以他可能現在就是 營業稅跟增值稅整合 然後變成二分之比例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其實是比較接近德國 德國也是 台灣現在全部都統收統支 所以就造成說 地方政府沒有招商誘因啦 譬如說我在台南開閉了三個工業區 三個工業區所繳的營業稅 全部上繳中央 哦 那就跟高雄什麼 煉油廠什麼都在那裡 稅再繳到台北 繳到中央 全部都是繳到中央嘛 然後你地方要負擔非常多的 這一些外部的成本 所以就是說台灣今天的經濟的 就是經濟有問題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你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最了解地方的這個產業環境特性的 是地方政府 是 但是如果你在稅制上 你是中央集權的話 對 金融政府會降低他的積極性 沒錯 而且他努力的 是要跟中央爭那個預算發下來 而不是在地方去搞招商 搞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中央要搞招商 結果中央是用一條邊的方式 中間根本沒有地 也沒有那個 這會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問題 好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請蘇煥志前縣長 台北市長參選人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我是黃青龍 歡迎回到 POP壯新聞的節目現場 今天我們跟蘇煥志先生來談一談 他參選台北市長的一些想法 那個您剛提到說 這個台灣的問題是中央集權 那不下放 所以你主張說要財政應該下放 權力要下放 你也特別提到 大家都講大陸的地方政府很會招商 那是因為他權力在他手上 他可以分到錢 分到錢 而且可以分到錢 可以分到錢 你去過你什麼時候 你去過大陸跟他們交流過嗎 跟基層政府 我事實上也到過北京去賣芒果 賣芒果在現場的時候嗎 對對對 然後也到天津 到上海 是是是 然後 就是前後應該有 大概 有三次的時候 三次啊 你最近 最近一次去大陸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 卸任應該是在 應該去年的時候也到過成都 到成都 是參加活動嗎 成都 然後 還是台商朋友邀請 是 呃 台商朋友的邀請 台商朋友邀請 對 然後 呃 也去了 大概福建 福建的 去把那一些花卉 花卉基地 還有一些農業基地去跑了一下 也包括台灣農業園是不是 對 去看一些台灣農業園 就是他們在發展有一部分的台商在那邊種蘭花的 他們在那邊也要辦一個蘭展 所以要我去 台南是蘭花的大本 對對對 那因為我在台南做那個蘭花園區 所以他們也邀請我去 是是是 OK 所以你覺得現在的關鍵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修改這個財政劃分法 是 因為現在立法恩正好在修這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對對對 但是他還是一個統收統支的 哦 是是 他還是一個統統收統支的模式 那這個統收統支的模式 就是地方沒有招商誘引 就是我招商的 我還是多花錢而已嘛 對對對 了不起就是只有房屋稅 對 只有房屋稅 房屋稅而已啦 對對對 那如果原來房屋就蓋好了 稅也沒有增加啦 嗯 那反而因為你要招商要做的一些承諾 一些協助 那個都是 哦 地方政府在吸收嘛 那真正招來商之後 所賺的那些營業稅 全部都是中央拿去的嘛 比如說我開闢了三個工業區 對 開闢了三個工業區 來投資了幾百家的廠商 對 那個稅收全部中央拿走了嘛 那你頂多只說 中央地方多了一些就業機會啦 頂多就是在 然後呢 就業機會的所得稅呢 又也是中央拿走的 所以今天整個台灣的稅制 是不利於地方政府招商的 也沒有辦法 我想中央也怕說 如果你每一項地方都沾到了 中央不是空掉了嗎 其實也不會這樣啦 就是說 你如果是把這個地方的營業 就是營業稅啦 分 有分一下 用一半一半 像德國也是一半一半 那包括厚物稅 煙酒都一半一半的話 那其實地方他就會努力去拚 這裡面最重要大概是營業稅啦 然後呢 中央 增值稅啦 增值稅 其實現在最多的是守得稅 對 守得稅占的比重更高 守得稅可能還是會中央會想要拿著吧 我想 其實呢 因為呢 人住在那個地方 你要服務那個地方 其實你說地方政府完全沒有拿到守得稅 那就是分啦 也不能全 就不要全拿 但也不可能就交給地方嘛 就是叫分稅制 分稅制 守得稅一邊拿一半 中央拿一半 所以這個制度其實德國就是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的制度底下 台北市 是相對其他縣市在財政來源上相對充裕的地方 你這個主張會不會造成台北市反 其實不會啦 其實不會 就是說 台北市的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也是中央統收統治 你說你今天台北市政府在怎麼努力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為什麼大家都不會去了解說 台灣的縣市沒有GDP的概念 你到中國大陸去 他們都會有所謂的縣市要GDP的概念 對 地方政府有 他們說我們這個地方 但是我跟你說 我們的網友 今天反應很熱烈 已經有人問到這個問題說 好你把權力下放到地方 結果通通被地方派系綁裝拿走了 所以就問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反而因為權力有下放 人才才會下放 你現在人才大家為什麼不去 在地方沒有什麼權力 然後呢 這個都是跟那一些比較買票的 黑道的在那邊競爭他們 然後你要做真正做事 你又沒有錢 所以就會變成很多人才不敢下放 所以其實如果權力下放 譬如說我回去當縣長 那我回去當縣長 我開閉了三個工業區 雖然就是說 我開閉了三個工業區 但是我台南縣政府都沒有拿到稅 但是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因為為了地方發展 地方就業 對 可是今天如果說 地方可以收到稅的話 你看有多少優秀的願意說 那我回去自己的故鄉去發展 也就是說你現在 為什麼地方人才空掉 對 你地方沒有人才啊 今天整個台灣地方空掉 跟你現在權力沒有下放 人才不下放 就環境如果沒有出來 你劣幣驅逐良幣 沒錯 如果只有良幣都沒有的話 那自然就不會有好的一個環境出來 OK我們再回到台北市的議題 松山機場 其實早在2008年吧 還是2004年 台北市長的時候 對不起可能是06年 李應援 李應援開始選的時候 就已經主張 我那一年的時候 剛好到哥倫比亞大學去進修 到了中央公園 那就剛好就看到說 哇 一個城市如果能夠有一個 像紐約這樣的中央公園的話 那是一個多麼大的一個 城市的寶貝 的確是 那但是現在台北市有兩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市區內的機場真的很難得 很方便 比如說我們現在 從台北搭飛機 如果要去上海紅橋 或者去東京的這個雨田 你就會覺得 比搭去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新機場啊 你要心理上就會覺得更舒服 就是說這種 交通的便捷也是不可替代啊 那所以真的 台北市真的有必要嗎 真的有必要把松山機場 清出來變成一個公園嗎 坦白講就是說 這個松山機場 要不要簽這件事情啊 的確就是 已經談了十幾年了嘛 幾乎歷任的這個市長參選 都都同意要簽啦 那坦白講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中長期來看 是的確是應該要簽 但是這裡面有沒有涉及到 國安的問題 國家安全的考量 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是不是要有一個替代性的機場 至少這兩個大議題要要處理 現在桃園不是第三行 第三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Terminal要出來的 是不是 就是說 可以改善 桃園的第三航站 那麼 第三航道 還沒有開闢嘛 也還沒有開闢 也就是說 你這個松山機場要簽 簽走的話 大概要兩個前提 第一個就是 國安的部位要去做評估 那麼第二個就是 你的替代性的那個跑道 或者是替代性的機場 要完成 那麼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其實兩任的市長 大概會有一點問題 時間都來不及了 也就是說 不就是重要的決策 這也不是台北市總統決定 然後我聽到的一個消息是說 這個 當時這個蔡總統 還沒當選以前 還在參選中 那麼 當時這個張簡申 曾經有表示說要簽 桃園竟然要簽 結果聽說這個蔡總統 非常不高興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 應該是國安的問題 他不是張簡申 這個從都市計畫的角度 就可以去片片講 他有必須要從國安的角度去考量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從一個首都市長的角度來看 你說 馬英九當時也說要簽 當他當總統的時候都不談 那民進黨在主張他簽 阿伯當總統他也沒有真正的動作 所以可能真的是有國安上的一個考量的需要 所以這些問題應該就是必須 還是總統做最後的決定 好那我問你 問一個沒有國安問題的 大巨蛋 大巨蛋到現在 坦白說每次開車經過中校東路 國務機對面的時候 看了之後就覺得難受 那麼精華的一塊地方 這麼重要的一個用途 現在割在那個地方 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如果當選市長 你要怎麼處理大巨蛋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大巨蛋其實是放在一個完全錯誤的區位 所以你主張拆掉 對 就放在一個完全錯誤的區位 那個地方不應該做一個這麼大的 那個地方的是台北最重要的經貿中心 是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經貿中心 你要讓台北這個產業再升級 那是非常難得的一塊地 非常難得的一塊地 結果你現在丟了一個跟他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把一個運動休閒的大巨蛋丟在那個地方 而且台灣的觀眾群是坦白講 大概沒有幾次的機會能夠做到 四萬多個觀眾席 我們一般的棒球賽基本上都沒那麼多人 其實連小巨蛋都做不滿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放在那個地方 尤其大部分都是下班時間 對 對 他的這個活動辦在下班時間 交通是勘力 交通是勘力 應該要拆掉 應該要拆掉 然後他應該要 就是政府該賠就賠上 就是你就違約了 那以政府來講 就是那塊地的價值 可以重新再營造 那一塊地的價值 一千五百億的 一千五百億的 以目前的價值應該有 估計有一千五百億以上 是是是是 所以呢它事實上那個資產 反而是留下一個空白 要重新來規劃 譬如說旁邊是松菸 它現在是所謂文創 創意園區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 嗯 現在所謂的智慧數位 智慧產業是一個最熱門 也是台灣最有機會發展的產業 是不是 反而這個地方 就是以智慧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接下來請收聽 POP最正點